户外找到蜜蜂如何过到蜂箱里面养殖 首先准备好一个蜂箱 最好是箱内进行碳化过的 碳化可以去除箱内的异味 利用蜜蜂洗黑的原理 碳化可以降低蜜蜂的飞逃几率 选择好放置蜂箱的位置 拿出拉丝筐和隔板 把蜜蜂的野巢固定 到拉丝筐上 此时要注意 蜜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蜂皮上 为厨房的幼虫 选择幼虫较多的皮进行保留 野外收回的皮不规整 需要进行修整 多余地切掉 留下刚好拉丝筐的大小 然后进行固定 沿着钢丝清滑 让钢丝镶嵌到皮上 损失少量幼虫也没办法 为了防止蜂皮不稳 在蜂皮外再绑上钢丝进行二次固定 这就是固定好后的效果 损失最少幼虫 最稳的方式就是用钢丝 然后把固定好的皮放入箱内 接着装上防跑门 防止蜜蜂过箱后 产生应激性飞逃 然后把小隔板靠拢蜂皮 蜂皮上的蜂路留1.20厘米左右即可 大约一个手指的宽度 然后盖上覆盖布 清走箱内的东西 就可以把收蜂笼里的 蜜蜂抖入箱内了 趁蜜蜂不注意一个哆嗦 抖完后立马盖上盖子 接下来就是要注意检查 一下我们的收蜂笼 避免蜂王没抖进去 没有看到蜂王代表我们成功完成过箱了 接下来就是过十分钟后 再来看蜜蜂有没有上到我们绑的皮上即可 十分钟后开箱检查 蜜蜂已经全部正常上皮 我们只需要在第二天 进行奖励四维蜜蜂即可 感谢观看我们的视频 如对你有帮助可以点赞加收藏 百朵千丛带你养蜂少走弯路